嗨大家好,我是小寶,今天让大家看到的这条母犬 它是谁呢,它就是宜诺犬夜里哥家的那条当家总工拉尔的女儿 它的个体是超大 它甚至比我这儿那条波亚那条大体母犬还要大 是我这儿的最大的一条超大体母犬 这种超大体的母犬着实是非常少见 它的名字叫转转 大家看它的头版,像不像它父亲拉尔 拉尔它遗传的头版是非常强势的 特别有它的后代那头版都非常有味道 所以说它的那只条女儿也不例外 从它的头版的精气神当中就能看到它父亲的影子 拉尔出的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毛粮大 这条狗的毛粮也非常大 每条狗的毛粮都很大 转转 转转 今天给大家说什么呢 转转它已经配过35天了 不过它配的不是我旁边的这条灰藤 灰藤那个时候还没在 它配的是爱德森犬舍龙飞哥家那条超大体总工赛湖 是配的是那条狗 当然了它是大体那条总工也是大体 出来的小狗自然也是大体 也是满足了各位喜欢德姆 喜欢大体德姆爱好者的需求 今天呢是它配过的第35天 我带这位新朋友跟大家见一见面 让大家熟悉一下它 转转起来 转转虽说大体 但是在灰藤面前 看着还是小 灰藤呢也跟它结合过 也生过一碗小狗 它们俩可以说算是老乡好吧 并不陌生它们俩是老朋友 灰藤 看这狗多年人多听话多好 好的 配过35天 这肚子我看 应该是有 应该没啥问题 看它的白狐 其实这狗并不老 它一岁多的时候就白狐 现在这狗年龄也不大 93岁 正是黄金的繁殖年龄 好的转转 好的转转 它是最大 它是我这体型最大的母犬 比波雅还要大 比顺顺还要大 顺顺也算是大鸽子了吧 转转 这毛鸽太得劲了 哼 接下来给它老乡口灰藤给放出来 它们俩之前是结合过的 出的那碗小狗也不错 哼 胃藤 慢悠悠的去别的地方 哼 不理它这位之前的媳妇 嗯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 希望大家记住这位新朋友转转 拉尔的女儿 一条超大体的中母犬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继续关注 后续我会持续更新他们的视频 我是小跑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